今天就来介绍几个 冰箱使用的收纳方法 首先要做的就是 丈量冰箱尺寸 找寻合适的收纳分类盒 选择底下带轮子的分类盒 较为理想 隔板最好可调整 分类盒最好与冰箱的层板深度雷同 排列组合之后 可以填满冰箱层板的宽度 以容易让你取得后排的东西为原则 在抽屉里面也会建议 置入一些尺寸可以符合的收纳盒 利用收纳盒来达到抽屉高度的妥善利用 极其的带装食品与食物可以用保鲜盒来储藏 达到较好的保鲜效果 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空间 制作标签让收纳盒一末了然 切了一半的柠檬洋葱姜 不在用地方 但是需要非常明显的位置 利用浴室的吸盘肥皂架来增加冰箱里面的储藏空间 如果有废弃的微波炉 也可以把里面的转盘回收做一个应用 解决后排瓶罐不容易取得的问题